女子看守所母亲节新诗比赛 谢一涵第四名 一封信两张子 蕴含着一身的泪水 母亲节快到了 这是犯下巴黎陈静福张翠平夫妻双尸命案 被判处死刑的谢一涵 用来表达私母之情 写下的新诗 信的重量 这首诗获得台北女子看守所 今年母亲节新诗比赛第四名 虽然警方认为谢一涵很有才华 文笔也很好 但她必须为办下的错负责 这是谢一涵第二次在看守所过母亲节 比起她去年刚收押时 曾写信给母亲说 对不起 这是我最糟糕的母亲节礼物 情绪正面很多 对于谢一涵的新诗得奖 她的母亲只透过律师表示 比去年开心很多 但仍担心女儿的官司 持者中崔萍的妹妹 则无法原谅谢一涵 也写了一篇散文回敬她 还反问现在的谢一涵 能否阻止在2月16日晚上 下药行凶的那位谢一涵 动新闻综合报导